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己是从哪来的 自己赐水 那我们想我们怎么活 一个失忆的人是没法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 而我们现在这个民族正在处于一种失忆的危险中 如果一个历史没有细节 没有真实的情节 我们怎么样去以死为贱 这都是不可能的 中国人对现在历史 第一个心态就是怨妇心态 我们觉得我们近在受了欺负 今天中国的问题都归结为当年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略 圆明园那几个大水法 那几个喷头 那几个大喷头 水喷头 之所以能卖那么高的价格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这种心态导致的 还有一种就是情妇的心态 他们认为所有所有的侵略所有的殖民过程都是正确的 他们这个殖民过程给中国带来了光明 西方在中国做的一切都是好事 都是好事 搬教育是好事 武力征服也是好事 但是今天那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们如果还是不做怨妇就做泼妇 不做泼妇就做情妇的话 那我们可能永远走不出自己的中世纪 永远不能面向未来 中国建设是意味着什么 要我看就是两个体系的碰撞 西方有一个世界 中国有一个天下 西方的世界地球是圆的 国家是分成一国一国的 没有中心 没有边缘 一个地球 一个球 但是它有强弱之分 有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 有老大和马仔 有强者和弱者 有这样的分野 但是它没有中心边缘的分野 但是我们这边的天下 我们的天下是天缘地方的 我们中国人认为天是圆的 地是方的 但是地虽然是方的 但是地是有中心 有边缘的 中心在哪儿 中心就在我们中国 所以我们叫中国 我们叫中央之国 我们中央之国就意味着 我们中国人处于是天下的中心 这个天下中心有很多优越感 也就是说在这个天下里头 天下体系里头 皇帝只能有一个 就复天之下 莫非王土 而王土之兵 莫非王臣 所有的人都应该向中央之国的皇帝称臣 所以其他的国家只能国 只能有国王 不能有皇帝 如果你有皇帝 那么你就别让我知道 你自己关系门那些做皇帝好了 我不知道你 你也不知道我互相之间不见面 这是可以的 在文化上 也向我们学习 你最好能够接受汉文化 最好能够接受汉字 进一步的 你还可以要你还要学习中国的四十五经 学习儒家经典 这就是我们的天下体系的一系列内涵 这两个体系 一个世界 一个天下 在长期以来没有碰撞 虽然中西方有过接触 有过贸易 有过文化往来 但是实际上这两个体系并没有政治好好正面的碰撞过 在1840年的时候 这两个体系发生了碰撞 为什么发生碰撞 就是说西方这个体系 它是带有一种进攻性的 它是开拓性的 它是执笔性的 西方体系主动找上门来 主动找上门来 要跟你碰撞 要征服你这个天下 要打碎你这个天下 我们说西方这个体系 它其实是好是坏 从人类今天的历程来看 其实很难说 按这个人类学家张光直的话说 西方的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偶然 但是这个偶然一旦出现 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巨大的变化 这个体系从表面上看 它就是西方18世纪那个威斯特法利亚体系 他们西方从那个条约开始 开始规定 规定了一国一个国之间要进行经贸往来 要彼此建立外交关系 要遵行一个共同的国际法的原则 然后进行交往等等的 这是表面上的 但实际上是一个经济上的资本主义体系 这个体系它能够最充分的去调动人们的欲望 激发人们的欲望 然后对整个地球的资源进行最充分的挖掘 最充分的掠夺和使用 所以这个体系一旦形成之后 我们就发现世界进入了一个殖民时代 西方列强 在整个的殖民过程中 对于世界上所存在的其他的民族 如果你没有成形的国家 成形的政府 我就征服你 我就执迷你 我就在了这个地方 如果你有国家 你有政府 你有军队 我就呢 给你进行贸易 我通过贸易 我通过 通过贸易 我通过资本输出 我逐渐的对行进行控制 然后逐渐的把你拉入 他们的世界 他们的体系 这两个体系的碰撞 实际上是命理注定 肯定会发生的 它之所以发生在1840年 可能是因为一系列的偶然的因素 但是这个过程是迟早会出现的 显然中国人是不情愿被它拉进去 中国人开始的时候 觉得这个挺奇怪的 说这个 说我们他们本来认为说 西方打进来 很可能就会把我们的国家灭了 把我们民族灭了 把我们的国号改了 但是发现这个事情并没有发生 一直到后来都没有发生 他只是要跟你经商 只是要跟你 要让你开放 只是要跟你经营贸易 只是要 要跟你建立这种外交关系 我通过 而开始还很奇怪 后来慢慢就开始 就是开始了一种半推半就的过程 首先我们觉得我们不得不应付他们 因为什么呢 他们很强 他们的船间 他们的炮力 我们应付他们怎么办呢 我们去他们学习 我们先是买他们的船 买他们的炮 发现不行 总是买受制于人 我们自己学 我们学什么呢 我们学我们拿过来 我们自己造 我们把他们机器拿过来造 发现拿过来以后还是不行 因为这套机器后面有一套资本主义的制度 包括企业的运行和管理制度 这个我们也要学 要学 所以就这个学习就进入了制度的层面 西方两次鸦片战争 其实有一个核心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要在中国 我们要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但是在我们的天下这个体系里头 没有外交关系 这一说 我们在过去各国来使节 我们都是由礼部来管的 我们认为所有的外国来使 都是向我们来上共的 而不是跟我们来谈判的 但是西方是不肯 我不肯接受你的天下 我不肯接受你的礼部接待 我一定要跟你接约外交关系 我一定要在你的派出使节 我也欢迎你到我们国家去 派出使节 他也希望你去 但是他尤其希望他来 我们中国人不高兴 我们不高兴 他们强迫我们高兴 他们不高兴 也得高兴 你不让我派使节 我就打你 第二十年纪彦战争 实际上就是一个使节战争 最后的结果是外国公司住进 然后中国就开始逐步的习惯了 最后我们也派出世界派出去了 我们也开始学习国际法了 当时我们叫国际功法 叫万国功法 我们也学会他们的出使规则 当我们学到制度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提出了一种观念 就是说 叫中体西用 什么中体西用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用 它不伤到 不伤及我们中华文化的体 或者说就不伤及中华文化的根本 我们中华文化的根本 是要维护住我们自己的东西的 中体西用 这是半推半就的另一个层次 但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个层次依然保不住 所以中体西用就被放弃了 到了清朝的新政时期 中体西用也被放弃了 我们开始了全面的西化的过程 所谓全盘西化 有人说是五四运动开始 其实不对 是在清朝新政时候就开始了 西亚革命以后 也延续了这过程 全盘西化 我们不仅学西方的器物 而且学西方的道 把整个西方的学科体系引进来 学西方的经济 政治 思想 这就是这个过程 我们看到这个过程 就是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天下被西方打碎 而我们被西方一步一步脱入他们的体系的这个过程 脱入他们世界 我们终于我们中国人意识到 我们中国人不是天下中心 我们也不过就是地球 这个球体上的一个国家而已 这个球体没有什么中心 没有什么边缘 我们中国人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个过程实际上相当相当的不容易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为什么呢 就是说 毕竟我们几千年来 我们的世界观 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就是一个天下 我们就是天方地缘的 就是天缘地方的 我们就是中心边缘的 我们的文化优越感 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甚至在中国人甚至在被移住征服的过程中 比如说在南米朝时期 所谓的五胡乱华时期 以及后来的被西南人打败 被西夏人打败 被女资人打败 以及被蒙古人整体上征服 被满人整体征服 这个时代 中国人都没有放弃 都没有上司自己的文化优越性 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很强势的 我们有优秀的 优久的历史 我们有灿烂的文化 我们有圣人之言 我们有能够解决世界一切问题的圣人之言 第二次鸦片人争 为什么咸丰皇帝 最后要逃离北京 逃到热河 后来使得热河 他很大程度上 就是他不肯 他不肯接受西方公使 住在北京这个现实 他不肯面对一些西方人 在见他的时候 不下跪 固守天下官的咸丰皇帝 就受不了这个 无论如何受不了这个 所以这一仗 最后攻下北京这一仗 打得这么惨 最后阎明元都被烧了 很大程度上 就是因为咸丰皇帝 他不肯接受 作为西方世界体系 象征的这个外交世界 他进行了挣扎 挣扎的结果呢 是他逃了 虽然热河是行宫 但热河的行宫 是一般都是这样 皇帝来之前 要进行长期的准备的 所以他匆忙逃去的时候 热河行宫 什么准备都没有 连吃了都没有 所以我们看到 咸丰跑到热河的时候 真是衣食不周 作为皇帝 那个菜谱是非常简单 就像我们农家菜一样 受了第一番的辛苦 第二番的辛苦 就是一和团期间 一和团之前 成中国是搞戊戌维新的 曾经想自上而下的学习西方 但是这个维新中断了 中国的原因呢 一方面是由于权力斗争 就是西戴后和 川与皇帝之间发生了权力之争 另一方面是由于 中国还有相当多的人 无论是在高层还是在底层 他们不肯接受这种全盘习化的过程 不肯全面地学习西方 不肯 于是就开这个就就发生了一个抵抗 中国人的反抗 某种程度上就是抗拒 抗拒什么呢 抗拒进入西方世界的这个过程 反抗史就是抗拒史 当年在第二十加平之争的时候呢 中国人也在抗拒 但是抗拒的时候用的武器什么呢 是所谓的是儒家经典 是儒家教义 无论是先锋皇帝 还是他首相的大臣 窝人 他们那时候抗拒养鬼子的都是什么呢 就是儒家经典 儒家的 以基于儒家经典所建立的这种天下观体系 世界体系 他们还幻想着是不是仁义 可以作为干戈 到了西戴后 在戊戏没心之后 再进行抗拒西方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些上乘的东西 精神武器已经不存在了 他们欺凌于什么呢 欺凌于民间的武器 来自于民间的义和团 他们所带有的一种法术 就是刀枪不入 这个刀枪不入的法术 本质上就是一种巫术 就是半气功半巫术的东西 但这个民间的武器依然不动用 我们看到最后义和团用的结果是 这个北京城再次被攻下 西戴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北宫 这一路也是饱受艰辛 从北京逃到怀来 两天两夜 连口水都没喝上 到怀来总算是有一个支线 这个还没有跑 给他熬了一锅粥 八国联系之后 跟西方列强签订了新丑条约 不仅要赔四亿五千万两白银 而且中国清朝政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主权政府 它主权象征已经降低到了最低点 从天津到三海关一线 这个西方列强可以在这儿驻兵 天津 中国军队不能驻 外国军队可以驻 西方的使馆 那个时候按国际公法 任何国家的使馆 都有住在国的提供警察来保护 但是唯独中国的这个使馆 是由西方自己派军队来 进行保护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伊克团期间发生了 伊克团和清军围攻使馆的事件 作为惩罚 所以使馆去就成了 从了西方的兵营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发现实际上 中国人发现说 这样的抗拒实际上是不行的 必须去主动的学习西方 我们学会了之后 才有可能跟西方叫白 才有可能实现中国文 中国民族的复兴 从今天来看 我们从晚清到民国 一直到后来 在人民共和国 无论是民国的北洋时期 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 这个中国人的历史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进入西方世界的历史 或者说我们用我的话说 就是我们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历史 比如说我们一度 我们一度在国民党时期想学习日本 他们我们认为日本是一个捷径 是一个向西方学习的捷径 日本呢 有自己的一套 这一套呢 是能够超小路 尽快的实现现现代化的一个途径 就是他们的军国主义 他们军国主义 曾经我们是想学的 后来我们又学书俄 发现书俄才是一个捷径 才是一个实现现代化的捷径 是一个落后国家 能够超近路 赶上别国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途径 所以我们学书俄 后来我们再改开放 再学习 再反过头来学美国 学欧洲 总的来说 整体上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这个过程 但是这个中间确实有很多曲折 我们进入西方的世界体系 而西方的世界体系呢 它是一个获取资源 利用资源的这样一个体系 今天看来这个体系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我们实际上已经回不去了 不仅我们回不去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不可能回去 因为已经走到这个份上了 城市化已经这样了 工业化已经这样了 整体这个国家现代化已经这样了 想回去什么不可能的 城市的卫生 城市的排泄物 它是农民的肥料 城市解决了清洁卫生的问题 而农民呢 解决了农家肥的问题 但是今天我们知道 我们做不到 我们的排泄 我们的我们的粪便 要靠农民进程拉粪来解决 农民种庄业 它的肥料靠什么解决呢 我们知道化肥 问题很严重 说这个土地由于总是上化肥 它得不到反馈 得不到这种滋养 所以土地越来越糟 城市呢 又因为垃圾问题 被垃圾问题所困扰 我们只能是采取一种更好的方式 在工业化这个前提下 在城市化前提下 采取一种方式来逐步的解决这个问题 想回去 想回到中式引农村去是不可能的 就跟我们现在寻找一种中国道路一样 我们中国道路也只能是在现代化的前提下 在西方这个世界体系中去找 我们不可能去离开这个世界体系 我们自己创造一个体系 在那个体系中去生存 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现在不管怎么样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所有的东西 我们从衣食住行 到文化教育 所有东西 以及今天的互联网 它都是世界性的 本质上都是西方给我们的 我们不能抛开他们自己搞 在当年的时候 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民族服装 我们自己的头发 我们还可以自己做主 清朝人还可以留 男人还可以留大辫子 女人还要裹小脚 但是今天 我们怎么可能想象 中国人去女人裹小脚 男人再留大辫子 我们全民族不穿 跟西方人一样的服装 怎么可能 很多制度性的东西 很多习俗性的东西 现在我们已经根深蒂固的西化了 我们要想走自己的路 只能在这个前提下寻找 我们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 这个民族 无论从经济文化政治上都很强了 我们的古代文明 古代文化才可能变得更有价值 被更多的人看得起 为什么现在世界 西方世界 他们眼里的东方文明 东方文化 不是日本就是韩国 为什么中国人的份额这么小 就是因为我们长期 我们长期以来 我们中国人没做好 所以有几个东西 所以有几个观念 我们必须得澄清 第一个说 为什么中国人要总是挨打 为什么学生总是挨老师打 好像就是说我们学错了一样 其实不对 中国人不挨打是不可能学的 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历史包袱 太多的文化包袱 不挨打就学 日本人可以知道 日本人配理舰队 那四个大黑船一来 那四个军舰一到 日本人政府就屈服了 没放一枪一炮 为什么呢 为什么日本会屈服 因为前面他们看到了中国人不肯屈服挨打了 而日本人屈服也不是说我们讲的上权五国 他也就是接受西方的这种条件 就是你开国 开国 所以日本人 他的开国 佩里舰队登陆的地点 他是作为一种光荣 光荣 力杯 纪念的 而我们鸦片战争 我们的虎门炮台 是作为一种民族的耻辱 来纪念的 这个里头差距就是 我们的门是被人撞开的 而他们的门是主动打开的 所以不挨打中国人是不可能学的 后来我们这一步一步 从一次两次世界战争 中法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 我每次挨打的结果 是我们的学习又往前走了一步 第二个 说我们能不能学习西方 我们取其精华 取其招博 就像一个吃烂苹果一样 我们把烂的弯掉 我们知能拿好的 有没有这可能 这可能性也是有的 但是我们至少我们今天还不行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它学会了 整体上学会了 我们才可能对它进行改造 才可能拿起我们的刀 去弯掉那个所谓我们烂的东西 当我们还没有学会的时候 我们就要弯 这是有问题的 我们还没有学会的时候 我们就想进行改造 就想对西方东西进行中国化的改造 就想尽可能的采用 国产的零件 国产的东西来取代西方东西 每次这样一个尝试都是失败 比如说北洋水师 同样 我们跟日本同样在建海军 同样是跟英国人学 跟当时世界上最强的海洋国家 跟英国人学 但一直到甲午战争 日本舰队里头的英国教官都是有职有权 但是中国舰队里的英国教官早就被赶走了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行了 我们可以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样子 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特色就已经改造了 结果我们的北洋水师经过改 这样中国特色改造之后 就变成个样子祸了 所以这两个东西都是有问题的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国粹 用我们老主动的东西 我们的孔子来指导今天的生活 我们可以在儒家的面目 在儒家的精神指导下 进行我们的现代化 所谓儒教的现正观 能不能 我认为中国近代史已经告诉了我们 这是不可能的 儒家经典 孔子的教导 如果能够救中国 能够在中国面临西方挑战 跟西方世界碰撞的时候 能告诉我们怎么做 那我们的先人早就做了 学习儒家经典 掌握乱经典 我们的先人 我们的曾国藩 要比我们后外人都厉害 但是他没有 无论是造军舰 无论是办洋务 还是送幼童到美国留学 这期间 没有从孔子那里头得到半点教义 这个路是走不通的 如果等走通 他们以前的窝人也好 唐建也好 曾国藩也好 李鸿章也好 他们都会走 因为实际上 在讲经的时候要尽量的求真 我们不可能真正的还原历史 但是我们一定要去逼近它 我们可以吸取的教训 这个历史教训 这个教训本身 它必须是真实的 不能它是虚假的 第二 为了实现这一点 我们必须包括一个开放的心态 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意愿 自己的这种意志 随意的去选择某一种历史 我们一定要去开放的心态 去了解各种历史的叙事 我们要允许讨论 要允许争论 要允许不同意见 哪怕我们看来很荒谬的 很大逆不道的意见的表达 总的来说 我们学历史要有一种理性的 包容的开放的心态 我们要有求真求实的意愿 否则历史就只能像以前一样 只是观念事 这是虚实 这是假实